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组诗篇 这是指诗篇创作的因缘 它是记组用的 但是诗篇我们如果从内容上去说 又涉及到史诗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它讲了很多周家创业的历史 那么从创作时间上来讲 这些作品不是周初的 是西周中期的 就我个人的这个看法 西周初期大封建 创建了大武乐章 很少的棘手势 之后 生活进入平稳的建构时期 像国风里边 像周南里边 像官居 卷尔 彩平 彩樊出现了 接着到了昭王时期 南方打起来了 一共打了五六年 到了昭王二十年的时候 昭王死在了汉水 淹死了 淹死了以后 周家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后汉书有一个东夷传 它保存了一点材料 讲东夷 东夷就是淮水 就是江汉以东 淮水两岸 大量的疑人崛起了 甚至说什么呢 甚至说周王当时周王朝没办法承认 说以黄池为界 当然这个黄池在哪 不是很清楚 是东边你称王 西边我称王 周家前所未有的遭受了一次困顿 王淹死了 跟这以后 周穆王即位 即位了以后 有这么一段时间 他开始聚集精力 其中就有过去有一本书叫《弩天子传》 讲周立王仁义天下 甚至到了新家 这个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奢侈 这是离来都有这么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周穆王所以周游天下 他寻找两种东西 一 草原力量 草原力量是什么 马匹 皮革 还有战车 那么还有一种力量 你们要注意 铁器 现在考古学发现在中国范围内 我们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 最早知道炼铁 自己人工炼铁 在哪儿 在新疆 也可以说铁也有可能是从外边传 反正到了新疆 新疆在商周这个时期 具有人工炼铁的痕迹 说在这之前我们中国人知不知道铁 知道 商代就知道 但是那是云铁 从天上掉下来的 知道用 但是自己怎么造铁是在新疆 所以我特别怀疑周沐王所以游历 他要寻找草原力量 寻找铁 所以后来有记载 《穆天子传》他们这些文献记载 说周沐王有宝马 有王良造福给他驾车 郑东夷 说一日内多少事兴千里 有点夸张 但是这是军事上一个准备的结果 与此同时精神上高涨 要想对付严重的来自东南的危机 实际上西北也出现危机 怎么办 必须要凝聚精神 要凝聚精神怎么办 就要找到大家的那种共同的那种精神意志 要凝聚起来 怎么办 记住 所以祭祀这个事情 它是个仪式 它是个典礼 你不要把它搞成宗教迷信 说人匍匐 不是 那是一种精神振作的一种精神表现形态 在这样的时刻 诗歌创作产生了一个高涨 西周中期的诗歌创作的高涨 在我们之前日本人有个学者叫白川敬 他说招募之际有诗歌创作高潮 大小雅里边很多作品产生在这个时期 我们国内的学者因为翻译的问题 好长时间不注意 我们这些九十年代都受这个什么 九十年代出道 这些人像我们所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后来白川敬实际上他只是谈到了 他感觉到了 因为白川敬研究经文 研究出土文物 他感觉到这个时候文化上有个高涨 但是把它落实下来一步步的说 有没有这个创作高潮 创作高潮你因为什么这么说 有没有证据 这是我们这几年在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跟大家讲 有很多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体会 那么这个创作高潮主要是记祖 而记祖的篇章就说到诗经记录在哪 主要记录在诗经的周颂和大雅里面 过去认为这些诗篇也是周初 周公之旅坐月的时候写的 实际上大量的篇章不产生于周初 而且很奇特 西周中期结束了以后 西周中期持续了这么近不到一百年七八十年 周沐王周公王周夷王周孝王 四代王过去之后周宋创作找不到了没了 小雅创作进入高潮 那么这些诗篇里边 记祖 我们过去以为啊 记祖就是按照宋嘛周宋 说宋者荣也 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这是过去的定义 实际上我们仔细观察 诗经里边今天我们看到的记祖诗 你要说按照讲记祖吗 周代先王死一个就得记一个吧 是从礼俗上讲 总得给他上些冷猪肉 总得到了时期像我们今天上坟一样 是我们的列祖列宗 人人都有祭祀 但是 歌唱 诗经的歌唱 献给祖宗的献歌 它可不是平均的 它不搞平均主义 我们知道 你看从周文王开始 周武王 周成王 周康王 周昭王 周穆王 注意 我们说西周中期结束以后 周颂不再歌唱了 让为其他篇章 我们就说西周中期以前 还有他 建国以前的 以前一些王 他献给谁吧 诗歌 我们看的结果 有点让人诧异 献给谁 第一 周文王 第二 后继 和公流 其次 第三 太王 附带着周文王的父亲王继 这是很有 很有意思的 他祭祀中期大祭祖先 他不是说死了以后 你死了以后 我可以给你上冷猪肉 一年四季 按着四季不同季节 月四正常 这实际上有 但是 给不给你歌唱 那要看你 有没有这个价值 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就是祭祀 这就不是古老的祭祀了 古老的祭祀 只要人死了 死者为大 但是在周家 这个诗篇歌唱 却是看 你有没有这个德行 你对周家的这种发展 有没有巨大的历史贡献 他是按这个来的 所以诗篇 第一内容多 就是给周文王 其次 后继 太王 后继辅着的是公流 太王辅着的是王继 这都是连带着说的 献给诗篇的 像周宋有诗 文王有四五首 后继有一首 太王有一首 大雅 跟关于周文王的诗 我们下面还要说 好几篇 公流一首 后继一首 太王和王继俩人 在继周文王的时候 顺带的谈到了他们 有两首 注意什么叫礼约 这就是礼约 礼约有歌德 你活着有没有德行 有德行 歌你的德 这是礼约文明 说过去唱诗 给鬼唱的那些鬼歌 那是另外一个 周家他文化在进步 一种新形态 所以我们下面介绍的诗篇 就是一种礼约形态的祭祀 它是以歌以发德为重心 你不要以为你活着做了万全周王 你好事也不干 坏事也不干 你什么事都不干 你死了以后还有歌唱给你 没有也没有 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祖先早就分别清楚了 所以我们来看 说这种观念 注意它意味着一种祖宗观念 祭祀观念的进步 祭祀献给谁 实际上在文献中有说法 我们看这个在国语正语里面 当然这个文献也建议李济大同小义 说 祖圣王之志四也 法师于民 则四之 以死秦氏则四之 以劳定国则四之 能遇大灾则四之 能汉大四患则四之 非氏族也不在四天 什么意思 说过去人们祭祀典礼 祭祀下面几种人 一 他太上立德立功 立言了 法师于民 老百姓生活准则 给老百姓设了生活准则 也就是在文明方面 社会规矩方面 它是有建立的 另外 以死秦氏为国家献身了 另外 以劳定国 他的操劳使国家 或者安定或者发展 另外 大的灾害 他消除了 大的肆虐 他消除了 这种人 在四边 不是这种人 不在 还有呢 说这是人 还有一些 就是家之仪 社稷山川之神 我们 我们种地 需要大地的帮忙 需要老天爷的帮忙 需要各种各种农耕事情的这种风调雨顺 古人万物有灵 背后的这些神灵 他们有功劳 你看到了我们古代 过年了 我们现在马上过年了 过年的时候 要把各种对农耕事业有帮助的这些人 哪怕是沟 流水的那沟 还有画地界的标志 那些都 古人认为都是帮助我们农耕顺利进行了 到了年终了 要用五股杂粮祭死他们 还有这个猫和虎 不是说打老虎 虎 帮着你吃野猪 野猪拱装去 所以要把虎神寄过来 把虎神请过来 猫在家帮你吃老鼠 就把猫神请过来 都要祭死 这就是所谓家之以社稷山川之神 皆有功劣于民者 他们都有功劳 有成就对民 注意这就是什么 祭祀祭的是什么 祭德行 这个材料周代材料 这是一个进步 尽管我们现在看一些原始部落实际上在原始古老祭祀当中注意 就有分别 比如说对我这个部落族群我们忌妒了谁 在我们这个部落族群发振中有大功劳的鬼打 商代也是如此 商代他们的祭祀虽然商代有个周祭制度 就是轮番祭 用五种祭祀形式分别祭祀各个先王 祭完了一轮就一年 所以商代说一年叫一四 但是他也有分别 可是跟周代的观念还是不一样 比如说商代祭祀先王的时候 总要杀人 所以商代那个虽然鬼 他是真实的鬼打 日本有个学者叫伊藤道志 他有一本小册子讲中国王朝的行程 我们有翻译的 他就说 他说殷商人这个祖宗是精灵下人 是邪 所以我们现在考古在安阳殷墟 有个叫五官村大墓 我们曾经说过 他们大墓打开以后 三百九十个人头 骂着 伺候死鬼 他是要人命的 周代祭祀祖宗 给他以精神的这种 你这个祖宗有德 我不是说杀几个人 你看周代包括牛他都不多杀 月龙中的祭祀就杀一个小牛 人 拿人去给祖宗寻葬 这个现象在周代 周人周贵族是杜绝的 大致他是不喜欢这样做的 这种进步 总而言之祭祖观念 祭祀观念 实际上我们今天 叫什么 圣中追缘 明德归后于 所以清明节放假 去记住自己的祖先 就是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过去的人 另外对一些有功劳的民族英雄 我们也要 小启 这个 我们继承的是西周以来的观念 所以当代人我们生活在文化传统之中 谁也不是过去骂人说 你石头缝是蹦出来的 你孙悟空 实际上在文化上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石头缝是蹦出来的 我们有传统 我们了解读诗经 就是要了解我们从哪来 讲这个祭祀 这是一个例子